大家好, 来到《至多夜讲》 最近流行一个字叫做0.G 你不需要按进去个别的网页 例如产品的网页, 或者是资讯的网页 你直接可以在查GPT或者其他AI 直接拿到那个资料 而其实这个这么正的功能 最大受影响的是哪个呢? 其实就是广告商 因为广告商正正就是需要你按进去网页 拆来拆去, 中间给你看很多广告 它才可以赚到钱 但问题就来了 现在用AI直接可以让你这么爽地 skip了广告来, 可以有Taylor made的答案? 首先讲到Google 之前有一段影片, 我都深入地跟大家分析过Google的情况 Google现在依然是search engine的巨头 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市场 它怎么赚钱呢? 当然最主要就是靠广告 大家免费地不用付任何钱去search 这个服务从何以来就是广告商给的 所以当你去找些东西的时候 头几个结果, 往往都是广告来的 而你跳过这些迷功之后 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内容 这个模式很成功, 是因为用户是无法选择的 只能够经过广告 但AI来到, 是一个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 AI, 例如像search gbt, grog 等等 它可以直接给你精准的答案 就完全不用你去按一大堆连接, 也不用看广告 而这件事令到Google的传统搜寻模式 就开始变得out day 而根据数据说, 用AI的搜寻 我刚才说的0.gb那个字 其实是未至于0, 但是大量减少的 就是AI的搜寻会令到传统广告的曝光率 是少了30-50% 曝光率少了, 广告费的收益当然也大幅减少 Google想不想 当然不想啦, 它一向做惯就像IKEA那样逼人要兜来兜去之后 中间去看很多不同的东西才可以搜寻到东西 你猜它想直接一条线让人搜寻到东西 但它没得选 因为现在其实如果它再继续继续搜导的方式的话 它将会被AI所淘汰 所以它现在都开始 去加入AI搜寻的功能 你会见到当你去Google搜寻的时候 它会将AI的答案直接放在顶上 顶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顶上本身是广告的位 是广告的好位 如果这样做的话, 其实会减少了广告的收益 现在是处于一个市场的动荡期 Google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反击 其中一样就是它拥有巨量的数据 数据是在AI的时代是最重要的资源 而Google作为网上的巨头 它除了有Google搜寻之外 它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包括Google Calendar、Gmap等等 这些东西还可以让Google提供到 其他AI所给不到的更加个人化的答案 而另一变商 AI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无论是OpenAI、Enthropic等等这些大公司 全部都争着上位 而现在我形容为一个炒作期 或者叫做一个FF期 一个幻想期 这个幻想期 有什么人幻想呢 就是一方面投资者的幻想 幻想着希望能够可以买中未来的Google 所以他们不介意大量地投资到不同的AI公司上 而另一方面AI公司都处于 很巨型的幻想期 其实是他们不介意消钱 不介意提供免费的服务 希望能够 可以尽快拿到最大的用户数目 然后可以在上面 能够做到好像Google那样的垄断地位 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并不是一个稳定状态 是未来一两年 AI将它推出广告版 跟订阅版同步平衡推出 在这方面我想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会明白 就是YouTube 在YouTube作为观众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付钱 用YouTube Premium 就不用看广告 要么就是用免费版 但是要看很多广告 Google怎样赚钱呢 它就是正正 拿着这么有趣的Dynamic 广告商就千方八计 想你看他们的广告 所以他就付钱给YouTube Premium的用户 就千方百计不想看广告 所以他就不停付钱给YouTube 不想看广告 所以一边就很想另一边看 另一边就很想不看 所以 而YouTube作为宗教人 就赚了两边 是不是很棒呢 这个就是YouTube作为 在视频的巨头 可以拥有的独特地位 所以我认为 AI很快会推出广告版 而广告版 比起传统的广告 还会有一样东西的不同 那个不同就是 AI现在给你的建议 或者产品的选择 那些 它中间 究竟它怎样 去生产出来呢 中间其实是一个黑合 大家是不知道的 例如它为何会推介 这款波鞋呢 当然它会有它的解释 但为何是这一对 而不是那一对呢 你不知道 它会变的 你再问它 它会变的 但是呢 其实呢 如果是用广告的话 一方面可以是名正言顺的 这样说 好了 现在我放的 这对波鞋 的建议呢 是广告来的 这是传统的东西 另一样更加 creepy 一点的呢 就是它不跟你说 而只不过 它在它 处理的过程里面 它特意地 将这个牌子 有的产品 排先 而至于它的结果 给到你的时候呢 这个是 自然地排先 而你不知道 这个是广告来的 其实这个是更加 濕图的 一类型的广告 而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呢 会是更加难去分辨的 好 今集来到这里先 之后再慢慢跟大家谈 欢迎大家like和subscribe 拜拜